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这里又封城了 那在家的时间实在是太无聊了 那正好前段时间Minecraft 1.17的Park 1就已经更新了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Oracle Cloud来搭一个简单的伺服器 那5到10个小伙伴一起玩耍呢 那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声明一下今天我们要搭的server呢 是Badrock的一个版本的 如果是玩Java的小伙伴呢 可能有些步骤是不太适用的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Oracle Cloud Always Free的页面来看一下 Oracle Cloud呢它有提供一些终身免费的服务 那那么喜欢白嫖的我怎么能错过呢 再加上啊它比起我们的亚马逊的云服务呢 是要丝滑了个不少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Oracle Cloud来搭 如果我们在这个页面下往下翻 来到这里 那这些呢就是所有的终身免费的服务了 那么除了搭伺服器的小伙伴 如果还有别的需求呢 比如说想建个简单的网页啊博客啊什么的 也可以考虑一下去用Oracle Cloud 毕竟白嫖嘛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到它的登录页面 那在这里呢是需要注册一个account的 那么注册的过程中呢 它也会需要你提供一下信用卡 那可能是以防你嫖了不该嫖的东西 然后跑路了吧 那在这里呢因为我已经有账号了 那我就直接登录进去了 注册完的小伙伴们呢 也可以来到这个页面去进行登录 那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下方的description上 紧接着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Oracle Cloud的页面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我已经花了11分钱了 那这个估计是因为我乱玩所产生的费用 小伙伴们不用太担心 在我们注册成为新用户的头一个月呢 还有Free Trial 那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是有400块钱的credit 所以小伙伴们在头一个月尽情的乱玩 基本上都不会用到400块钱的 好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页面以后呢 我们要干些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就要去创建一个instance 在左下角这里有一个create a VM instance 那我们点击这个create instance 好来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instance改个名字 就叫minecraft server好了 紧接着我们往下滑 来到image和shape这里 点击edit 因为目前minecraft官方能下载的服务器呢 有ubuntu的版本 所以呢我们选择ubuntu的image 然后选择select image 紧接着我们可以点开这个shape 可以往下滑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见到这个always free eligible的label呢 就证明我们这个服务呢 它是永远免费的 那放心的选它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可以插一句啊 如果有小伙伴们想选择创建一个java版本的服务器呢 也可以试一下用这个arm based processor 因为如果小伙伴们回去读一下 我们always free提供的一些服务的话呢 可以发现arm based processor 我们可以把它的ocpu调到4 然后memory调到24g 就等于说我们是可以把oracle的羊毛 耗得一根都不顺了 好因为我们已经选择的是这个e1了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改任何的东西 点击取消 好紧接着我们要去network这里啊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创建一个新的network 然后呢在这里记得选择这个新的public subnet 然后确保这个assign a public ip address是选上的 好紧接着呢我们collapse这个 来到这个ss key这里了 小伙伴们第一次创建的时候呢 记得把这两个都下载下来保存到电脑的某一个位置 比如在桌面创建一个文件夹叫minecraft 然后把它保存下去 好这就下载完了 这里要提一句 这是我们第一次创建的时候要选择选项 如果我们下一次想用刚刚我们下载到的两个key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upload public key 不用每一次都创建一对新的key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没什么别的要调的了 我们可以点击create 好create完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界面了 然后它现在还是正在provisioning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去调一下我们的subnet的一些setting了 这里有个subnet我们点击它 然后我们就会被带到了subnet的界面 这里我们要调一些东西 在这里呢我们有个security list 我们点击它 然后在这security list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想让我们的minecraft客户端去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两个ingress root 那我们点击add ingress 那在这个source side的这里呢 我们给它0.0.0.0-0 那ip protocol呢我们首先选的是tcp 然后destination port呢我们给它一个19132 因为这是我们backrock版本服务器一个默认的端口 所以我们选它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切记啊java版本的默认端口呢是不太一样的 那因为今天我们是bedrock的服务器 我们就用19132就可以了 好没什么别的要调的 我们再加一个ingress root 那在这里呢同样的我们给它一个0.0.0.0-0 ip protocol呢这个时候我们选udp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的端口呢也是19132 好这样子我们就创建完毕了 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instance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刚刚的provisioning呢已经变成了running了 那到这一步呢我们在oracle cloud上要调的东西呢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呢就要去到我们刚刚建起来的instance上面去下载我们的服务器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打开一下官方的链接 看看怎么去链接到我们的instance上 好来到这个界面以后呢我们看看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我们往下翻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from a unix style system 因为我们是用mac电脑所以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connect它 如果是用windows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试一下用putty来connect to我们的instance 那首先呢我们要给我们private key一个权限 那我们就拷贝这段代码然后把private key呢换成我们刚刚的名字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终端 那用mac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打开spotlight 然后输入terminal 好我们的终端就弹出来了 好当我们打开了这个以后呢 首先我们要去到保存我们刚刚下载这个private key的地方 那我是保存在桌面下的minecraft folder里面的 那去到我们minecraft server的folder呢我们要cd 然后选择波浪线desktop 然后minecraft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ls看一下 好的我们看到这两个key 那就证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目录下面的 紧接着我们就要根据他们上面所说的 给一下我们这个private key一个权限 那我们就要chmod 然后400 紧接着sh 然后打到这里呢 按一下tab 它就会自动补权了 点击enter 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connect to我们的instance了 到这里的格式呢 可以看到这段代码是ssh-i 然后private key 紧接着username at public ip address 那这两个我们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回到刚刚instance这个页面 username和public address呢都写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终端 然后ssh-i 紧接着呢把我们的这个private key给加上ssh 然后自动补权 然后呢因为它后面的格式是username at public address 所以我们就可以输入ubuntu at 168.138.252 然后我们选yes 好 这个时候如果谈到这个界面出来的话呢 就证明各位小伙伴们已经连接上了我们oracle的instance了 首先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权限去做事情 所以呢首先我们打sudo 然后-s 好第一步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目录下有什么东西 点开ls 会发现啊这里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创建一个文件 专门放我们minecraft的服务器 我们可以输入micdir mic directory 就叫minecraft server好了 好创建文件夹以后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文件夹就出现了 我们可以进去这个文件夹 minecraft.tap 它就会自动补权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载我们的服务器到这个文件夹上了 在下载之前呢我们需要装一系列的库 我也会把代码呢 考到description上面的 所以小伙伴们照抄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先更新一下我们这个instance 自带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输入sudo add python get update 然后点击enter 然后等待它更新完毕 好这样子我们的instance呢就更新完毕了 请接着我们要装一些东西 第一个我们要装的是unzip 因为我们服务器下载下来呢是一个zip 所以我们是需要unzip它的 那怎么装呢?我们可以输入apt install unzip 好这样子我们unzip就下载完了 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可以去下载我们真正的服务器文件了 我们可以去到minecraft的官网上去找 我们可以去google上搜索minecraft badrock server 然后来到我们minecraft的官网 然后小伙伴们应该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那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到我们下方description上 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要看右边的ubuntu 因为我们刚创建的instance呢就是ubuntu的 在这里呢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i agree 就可以下载了 在这里小伙伴们不要急着去点击这个download 因为点击download 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zip到下载到我们的instance上 我们要做的是从instance上面去下载这个server的文件 而不是在我们的电脑上下载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copy link address 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terminal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输入代码的形式 让我们的instance去下载这个server文件了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一段curl 然后把刚刚复制的链接粘贴在这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们的服务器版本呢是1.17.10 所以有些小伙伴们下载了服务器创建好了以后 发现连不上呢 可以看看是不是版本出了问题 有可能是我们服务器的版本太旧 或者是我们客户端的版本太旧 好输入完这段代码以后呢 我们还要接着输入一个参数 那就是-output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想叫这个东西mc.zip 然后点击enter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instance 就会自己去下载这个服务器的文件了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下载完毕了 还是非常的快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输入ls 来看一下我们的文件是否存在 我们看到我们的mc.zip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目录下面了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unzip这个file 那可以输入unzip mc.zip 然后等待一小会儿 那这里显示我们已经unzip完毕了 我们可以再输入一下ls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器呢 就已经生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再需要这个mc.zip了 我们可以remove它 可以输入rm 然后mc.zip 然后再看一下ls 我们的mc.zip呢就已经不再了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服务器 其实基本上已经创建完毕了 最后呢我们仅需要调配一下防火墙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我们先clear一下我们的terminal 输入clear 然后首先我们要装一下我们的firewall apt install firewall d 然后选yes 清一下屏 clear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输入一串代码 那我在这里呢也会把那串代码呢 放到我们的description上的 粘贴过来 这串代码呢就是允许我们用tcp的protocol 然后连接上这个19132的端口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udp的端口也加上 好我们清一下屏幕 这个时候呢别忘了reload一下我们的firewall firewall-cmd-reload 好这时候我们的firewall呢就调配完毕了 好到这一步呢我们的server呢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在这里呢我插一步optional的步骤 那就是更改我们server的property 也就是我们的难度啊名字啊这些 那那些设定呢都会被存在这个server.properties的file里面 更改完之后呢我们创建的第一个world呢 就都会有这些设定了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装一个editor vim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app install vim 点击enter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我们点yes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vim就装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ls 看一下我们要打开的文件名 它叫server.properties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vim 然后自动补权 enter 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了我们server.properties的文件了 我们在vim上面的操作呢 它不是可以直接用鼠标点击删除之类的 那各位小伙伴们如果具备一些vim的操作常识的话呢 可以自行去更改想要的东西 不然的话可以跟着我的步骤来走 那首先我想改一下我的server name 在vim上面的上下左右呢 是h,j,k和l 那l呢就代表着右 那我们可以一直点击l 去到我们的d这个位置 在这里呢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一个capital c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输入我们想要的名字了 比如说jacky server 然后输入完毕以后呢 点击escape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j 往下去看我们要调的 然后difficulty 来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点两下h 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1字的位置 好当我们的cursor在1这个上面的时候呢 同样的再次输入capital c 然后输入hard 然后点escape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maxplayer呢 我们可以改成5个 来到0这里我们点一下h 然后点capital c 改成5 然后再往下看一下有什么要改的 civilport呢就是我们的端口了 那因为我们之前在加那个ingressroot的时候呢 用的就是19132 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个端口 跟刚刚我们调的ingressroot的端口呢 是匹配到的 好往下走 一直按着j就可以了 好level name 这就是我们世界的名称了 我不想叫它badrock level 同样的我们capital c jackie world 然后escape 那如果在这里面我不想要这个小写 我想改成大写 有没有办法去undo我们刚刚的输入呢 可以点击u 这样子我们就undo了刚刚的change了 那我们也可以点击ctrl r 这样子我们就redo了这个change了 我是想改大写的 所以我可以回去重新输入一遍 ctrl c jackie work 好这样就输入完毕了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这个default player permission level呢 因为我们几个小伙伴们互相都是认识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成operator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一直l到我们的m这里来 然后大写的c 然后输入operator 再往下看看有什么要改的 好我们到底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更改完了我们想要的一些参数了 那我们怎么退出呢 可以点击escape 再输入more 然后输入wq 这个样子我们server的properties呢 就更改完毕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试一下启动我们的server了 我们就可以拷贝官方上的这一段代码 paste到我们的terminal完 然后我们点击copy 回到terminal 然后paste 可以看到我们的server已经被架起来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iPad或者是手机打开minecraft 看看能不能连上我们的世界 在这里呢我就打开了iPad上的minecraft 好在这里呢小伙伴们要确保我们右下角的这个版本啊 跟我们服务器的版本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的服务器呢是1.17.10 然后我们这里右下角呢也是1.17.10 如果小伙伴们发现版本是不稳的呢 很有可能服务器是连接不上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服务器下载最新的版本 或者我们在手机或者是iPad上更新我们的minecraft 接着呢我们可以点击游戏 然后去到服务器 然后呢选择添加服务器 服务器名字呢我们随便给他一个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就叫他minecraft server 好服务器的地址呢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呢 服务器的地址呢就是我们这个instance的地址 也就是在这里 那呢我们照抄就可以了 端口就是我们默认的19132没有问题 选择保存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点击连接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player呢已经进入了游戏了 这样子呢我们的服务器就已经搭建完毕了 那如果我们已经搞定了我们关掉电脑行不行 这个时候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终端是跟服务器的那个终端连接在一块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选择退出 那在我们instance上的那个服务器也会被退出的 就是说我们还要下载一个包 那我们先退出一下游戏 回到电脑上来 先点Ctrl C 退出一下这个服务器 然后clear一下screen 我们可以输入apt install screen 然后选择y 在这里呢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教程 教我们怎么用这个screen 那我也会把链接放到这个description下面去 好我们打开一下这个页面啊 如果我们想直接启动我们的服务器呢 就是拷贝这一段代码 那这段代码呢 就是跟我们在官网上看到那段代码呢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想在后台启动我们的server呢 我们就可以拷贝这一段代码 那只有我们的server在后台启动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关闭我们的电脑 然后跟小伙伴们一起去享受我们的游戏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这段代码吧 先清一下我们的screen there 然后呢paste一下我们刚刚这段代码 点击enter 这时候会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那因为我们的server呢 应该已经在后台启动了 那怎么看我们server已经在后台启动了呢 我们可以用screen-list 去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bds的screen是detached的 那就证明了这个screen已经被启动了 那如果我们想去到这个screen里面去呢 那我们可以输入screen-r 然后bds 或者输入这个3556都可以 选择enter 这时候呢我们又回到这个熟悉的界面 那如果我们想退回去我们刚刚输入命令的那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ctl-a再加d 我们这个screen呢又detached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screen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screen呢还在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安心的close我们的terminal了 可以选择exit 然后再exit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close了我们的connection了 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server呢会被关闭 因为我们已经让它在后台里跑了 那我们就可以关闭我们terminal 然后关闭我们的电脑 享受我们的游戏了 如果小伙伴们想再次连接我们的instance 然后去关闭我们server呢 那就可以用我们这段视频一开始的方法 ssh进去 然后再关闭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段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那疫情期间呢小伙伴们还是要做好防疫 不要到处烂跑 好好的待在家里 跟朋友们一起享受minecraft的乐趣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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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